恩友们早上好 欢迎来到恩典每日成修 在这段待在家里的时间 大家都还好吗 相信在空闲的时间 我们当中好多人会选择观赏 电影 那说到电影 大家的口味都不一样 有些人喜欢动作片 有些人偏爱许奇片 他们当中也好些人 特别欣赏剧情片 但无论如何 在每部电影里面 总会有一到两位的主角 那说到动作片 常常会出现的就是一位 很有正义感 又同时很有勇气的英雄人物 总在我们需要他的时候 挺身而出 替我们解决问题 挽救当时的局面 这跟我们今天 所要灵修的经文的人物 有点相似 那今天我们灵修 就来到创世纪第14章 然后在这里我们看到 如同在电影里面的情节一样 就出现了一位 很有正义感的人物 那就是亚伯兰 当他听到的职额被弩的时候 同时他也知道 他所面对的敌人 是如此的强大的时候 他却当机立断 奋不顾身去拯救罗德 然后他这份勇气 从哪里来的呢 那今天我们来看 我们的关键经文 就是在14节到第16节 让我为大家来念 亚伯兰听见他的职额被弩弃 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 精炼装丁318人 直追到弹 便在夜间 自己同仆人分队 杀败敌人 又追到大马斯格 左边的河巴 将被掳掠的一些财物夺回来 连他的职额 罗德和他的财物 以及妇女 人民也都夺回来了 那么在这里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亚伯兰的勇气 从哪里来的呢 也许你会说 诶 罗德是他的职额 所以亚伯兰去拯救他是理所当然的 当然我们也别忘了 在我们所读的经文的上一章 我们看到罗德选择跟亚伯兰分家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亚伯兰什么东西都不做 是可以被理解的 毕竟 这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但是我们看到 亚伯兰因为对罗德不离弃的爱 他鼓起了勇气 就把他拯救出来 所以如果你和我今天面对相同的处境的时候 我们会怎么选择呢 我们是否会好像亚伯兰一样的选择 去拯救这些有需要的人呢 那时我想起 提出向我传福音的一位姐妹 她非常的看到神的心意 要拯救世上的灵魂 虽然我常能拒绝她 她却常常向我传福音 她不怕困难 她鼓起勇气 至终我也接受了主 每次我想起这个事情 我心里面都非常感恩 是的 弟兄姐妹 今天来到神的面前 你有什么事情是要求神给你勇气去成就的呢 我想也是传福音吧 特别是向我们的家人和亲朋契友来传福音 也许你说在应期的时间我不能够出去 我能够做什么呢 弟兄姐妹 这是传福音一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所有人都待在家里 让我们鼓起勇气 就好像这位姐妹一样 她拿鼓起勇气 向我们的亲朋契友 然后跟电话给他们 除了相当慰问之外 向他们介绍耶稣把福音传给他们 Amen 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 正如亚伯拉安 他鼓起勇气 拯救他的职业罗得一样 我们也要鼓起勇气 去传福音 拯救世上的灵魂 也主来帮助我们 这时候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求求你赐给我爱 让我们看到世上的灵魂 他们需要耶稣 让我鼓起勇气 让他们传福音 我们谢谢你 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Amen 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 我们拯救灵魂的必切性 让我们就开始行动吧 别鼓励恩友上网下载4M 让我们继续的来默想和反思 这段的经文 神赐福大家 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在网上 一同的了 再次来领受 感谢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